欢迎来到三米阅读,阅读乐趣,三米启航,祝您听书愉快。 比尔和拿破仑,那可是世界级名人,十八十九世纪之交,复蝎曾经和这两位著名的上司一起活跃在法国政坛上,但他先后背叛了这两个人,甚至反过来迫害他们,因此得到一个绰号,叫政坛变色龙,马尔扎克和大众马都在自己的小说里描绘过复蝎的形象,但正儿八经给复蝎立传的茨维格是头一个, 大文豪·茨维格为什么要用一本专门的书来写复蝎这个反面人物呢? 要知道,茨维格最出名的人物传记,比如我们熟悉的人类群星闪耀石,写的都是影响世界的文学家、探险家、革命家。 跟这些人相比,复蝎这个反复无常的政客实在太渺小了,可茨维格却说,复蝎有他的厉害之处, 在十八世纪末风云变换的法国政坛,他曾经七次改换阵营,都能全身而退,从残酷的政治斗争中生存了下来。 这种高超的生存技巧就是一种能力。 不仅如此,复蝎还创办了欧洲第一支秘密警察, 他凭借自己对人性阴暗面的了解,成为拿破仑离不开的左膀右臂,甚至出认过法国政府首脑, 像他这种没有任何主义,却极度冷静,充满暗黑色彩的人物, 在每一段政治实力都是不可或缺的偏长。 茨维格告诉我们,他之所以要写福歇,是为了提醒世人, 在真实的历史中发挥关键作用的未必是英雄人物。 像拿破仑和罗布斯比尔这样的英雄,虽然影响过时代潮流的走向, 但当他们闯进现实政治的迷宫,面对那些勾心斗角, 耳鱼我诈时,却不得不倚众像腹歇这样的权术家。 正是这样一个既没有政治理想,也和英雄气概不沾边的人物, 在不到三十年的时间里,决定了两位国王和两位皇帝的命运。 但当历史学家和文学家回顾这段往事时, 他们更愿意去写英雄,更愿意把曾经的血雨腥风美化成浪漫的传奇。 茨维格不打算走这条老路,他既要写人类群星闪耀石, 也要写富歇这样的反英雄人物。 茨维格告诫我们,历史和人性是极为复杂的, 胜利者之所以能胜利,未必是因为善。 而富歇这位变色龙的一生,恰恰可以为我们揭露历史深处的幽暗, 破除英雄史观的误导,因此很值得一些。 在回顾富歇的政治生涯时, 茨维格还充分运用了他作为文学大师的专长, 把这个奇特人物的心理状态刻画得活灵活现。 他把我们带回十八世纪末的法国, 穿梭在每一次政变,每一场密谋的现场, 给人一种身临其境的紧张感。 可以说,本书既是一部精彩的人物传记, 也是文学史上的佳作。 所以,虽然这本《约瑟夫·富歇》早在1929年就出了第一版, 但九十多年来一直畅销不衰, 还被翻译成十几种语言, 相信它也会让你领略经典文本, 穿越时间的魅力。 本书作者斯蒂芬·茨维格是二十世纪上半叶最具知名度的德语文学作家之一。 他的代表作《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和象棋的故事》至今广为流传。 除去小说外, 茨维格还擅长撰写人物传记, 他以丰富的史料为基础, 加入精神分析学视角, 把尼采、托尔斯泰等历史名人的一生刻画得极具张力。 这本《约瑟夫·富歇》是茨维格第一次写政治人物, 但出手相当不凡。 他的细致刻画, 加上中译者张玉书教授身后的文字功力, 一定能让你收获满满。 接下来, 我就分两部分为你介绍本书的主要内容。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, 富歇作为一个其貌不扬的外省青年, 是怎样在法国政坛脱颖而出, 成为屹立不倒的生存大师的。 在第二部分里, 我会带你回顾, 富歇为什么能成为拿破仑的心腹重臣, 两个人又是怎样走向了决裂, 其中有哪些隐秘的内情。 开始讲述本书的内容以前, 我先问你一个问题, 说服一两个人和说服一两百个人需要的技巧有什么不同? 这个问题乍一听还真不好回答, 我们都听过以礼服人的说法, 但也知道以情动人在许多时候同样管用, 两者赎先赎后呢? 这就得看需要游说的人是多是少了。 一般来讲, 当你面对一百个甚至一千个人发表演讲时, 光说理是不够的, 因为每个人的认知能力不同, 利益归属也是大相径庭, 要说服这么一大群人, 为了同一个目标去行动, 就得调动他们的情绪, 要用高超的语言技巧去影响人。 反过来, 如果是两三个人在密室里商讨大事, 那光用情感就不够了, 你还得讲清厉害得失, 得让对方打心眼里认同你的分析是有道理的, 然后才能步调一致的行动。 之所以要提这个问题啊, 是因为在十八世纪末的法国, 擅长以情动人的演说家实在是太多了。 大名鼎鼎的罗布斯比尔和丹东, 都是能面对成百上千的同僚和民众, 一口气讲上两三个小时, 不觉得累的。 在法国大革命的高潮期, 通过公共演讲时事动员, 几乎变成了一种社会文化。 在这方面, 本书的主人公傅歇不能算高手, 但是如果换成区区几个人秘密商量一项重大决策, 那傅歇就有用武之力了, 他的冷静头脑和精妙的分析能力在当时称得上一绝。 傅歇是从哪里学到这些技巧了呢? 这和他的成长经历有关。 1759年, 傅歇出生在法国西部的港口城市南特, 他的父亲是一艘贸易船的船长, 不过, 傅歇从小体弱多病, 继承不了家业, 只能进教会学校读书。 他精通数学和物理学, 被导师一眼看重, 刚毕业就留校任教。 巧的是, 南特的教会要负责为整个法国的天主教学校输送师资。 复歇凭借优异的教学能力很快崭露头角, 在全国七八个城市的修道院当过巡回讲师和校长, 一转眼, 十年时间过去了。 听到这里啊, 你可能有个疑问, 傅歇为什么只肯当教会学校的老师呢? 他应该去做神父, 做主教, 一级一级往上升啊? 毕竟, 在18世纪的法国, 天主教教士属于社会上的第一等级, 含金量是很高的。 对这个问题, 作者茨维格做了一番分析, 他讲, 傅歇在巡回任教时, 结识了许多企业主和知识分子, 这些人属于法国的第三等级, 也就是资产阶级。 傅歇发现, 第三等级对专制王权的不满, 已经积累到了一定程度, 革命随时都可能爆发, 而教士阶层和王权的关系太近, 很容易成为陪葬品。 要傅歇为了眼前的赢头小利, 选择一份前途黯淡的职业, 他是断然不干的。 写到这里, 茨维格发现了傅歇的第一项生存哲学, 他绝不会无条件的把自己跟任何一种势力绑定, 他只想和赢家站在一边, 为此还会做精心谋划。 比如1789年, 当傅歇在法国北部当老师时, 就和一位才华横溢的律师结成了莫逆之交, 这位律师就是罗伯斯比尔。 傅歇一度和罗伯斯比尔的妹妹订了婚, 他还自掏腰包, 给罗伯斯比尔做了一身礼服, 送他去巴黎参加新召开的三级会议, 正是这次会议点燃了法国大革命的烽火, 傅歇第一次下注就压对了包。 罗伯斯比尔在巴黎成了风云人物, 傅歇也不甘落后, 1792年, 他在家乡当选为国民工会议员, 成为决定法国命运的750位立法者之一。 但当傅歇踏进巴黎时, 他却没有加入罗伯斯比尔的阵营。 在当时的国民工会里, 罗伯斯比尔领导的雅各宾派观点最激进, 人数也最少, 他们坐在大厅高处的位子上, 就像一座山峰, 因此被称为山岳派。 人数最多的是持温和立场的君主立宪派, 他们坐在低处, 就像一片沼泽, 因此得名沼泽派。 傅歇呢, 既不想当山岳, 也不想当沼泽, 他希望躲在一个安全的环境里, 先观察形势, 不给予表露立场。 于是, 傅歇宣布参加中立的吉伦特派, 用这个党派作为伪装。 当然, 个性偏激的罗伯斯比尔, 是绝不会原谅他的, 两人就此决裂了。 不过, 傅歇的中立从来不是一成不变的, 当他察觉到革命正在走向新阶段, 激进派的意见已经占据上风时, 他马上转投了山岳派, 而且调子唱得比罗伯斯比尔还高。 1793年1月16日, 国民工会举行投票, 裁决要不要处死废王路易十六。 傅歇提前估算了票数, 认定激进派会获胜, 于是果断投下赞成票, 献上了投名状。 结局也的确如他所料, 路易十六人头落地。 在那之后, 国民工会任命傅歇为夏卢瓦省总督, 派他到南部去镇压保王党人和天主教会的叛乱。 这位曾经的教会讲师, 现在戴着象征革命的红毡帽, 领着军队冲进教堂, 把圣像和十字架砸得粉碎。 当法国第二大城市李扬公开打出反对山岳派的旗号时, 傅歇命令军队开炮, 在几个星期里就处决了两千多名参与叛乱的平民。 这位曾经的中立派, 现在已经成了恐怖的化身。 然而, 傅歇过火的表演并没有赢得奖赏。 当他在1794年春天回到巴黎时, 政坛的风向又变了。 那个时候, 罗布斯比尔已经用雷霆手段清除了大部分反对者, 从心慈手软的沼泽派到山岳派的骨干成员丹东, 都因为挑战罗布斯比尔的权威被送上了断头台。 但吊诡的是, 到了这个阶段, 罗布斯比尔却想给革命踩刹车了。 他意识到, 偏执的激进路线已经影响到了国家的正常运转, 于是打算干掉几个过击派, 好重新树立自己不偏不倚的形象。 刚刚在里昂留下跪子守恶名的傅歇, 就这样成了罗布斯比尔的新靶子, 两个人展开了你死我活的较量。 索维格写道, 罗布斯比尔和傅歇的这场决斗, 是法国大革命史上最扣人心弦, 也是心理学上最激动人心的插曲之一。 两个人年纪相仿, 彼此又知根知底, 可以说齐逢对手。 但他们的实力对比却相当悬殊。 罗布斯比尔是国民工会主席, 手里还掌握着行政机器, 他只要一发表演讲, 声音就会传遍整个巴黎。 而傅歇能争取的盟友, 只有上百个侥幸从断头台下逃生的一员, 这些人有的属于沼泽派, 有的则是山岳派, 彼此立场不一。 傅歇要做的, 就是把这些四分五裂的反对派串联起来, 利用大家对罗布斯比尔既怕又恨的心理, 一举掀翻这个对手。 还记得前面提到的, 傅歇在教会学校当老师的经历吗? 作者茨维格认为, 傅歇就是在那个时候, 锻炼出了秘密游说的口才。 法国的教会学校, 一个班通常只有二十几个人, 傅歇和他们朝夕相处, 很容易看透每个人的特殊喜好与性格弱点。 在跟学生谈话时, 他会针对不同的需求做出诱导, 说服对方听从自己。 现在, 傅歇又把这套手法用到了国民工会的议员身上。 1794年夏天, 他每天早出晚归, 溜进几百号议员的家里和他们怯怯私语。 他的开场白通常是痛批罗布斯比尔, 隶属过于剧烈的政策变动给大家造成了多少损失。 接着, 傅歇开始利用人们内心的恐惧了。 他言之凿凿地宣称, 我拿到了罗布斯比尔刚刚起草的黑名单, 上面有你, 你就要上断头台了。 除非干掉罗布斯比尔, 否则完蛋的就是咱们。 在这样情理并用的攻势下, 有几个人能不被说动呢? 山岳派议员巴拉斯就成了傅歇的精神俘虏, 这个巴拉斯控制着国民卫队, 也就是巴黎卫戍部队, 正是这支军队决定了罗布斯比尔的命运。 针对每个人的需求和弱点, 提供量身打造的方案, 这是傅歇的第二项生存哲学。 罗布斯比尔恰恰不明白这一点, 他始终迷信自己在大庭广众之下演讲的能力, 满以为只要把语言的炮弹发射出去, 对手就会突崩瓦解。 1794年7月27日, 罗布斯比尔就是以这种方式在议会大厅发起了对傅歇的攻击。 出人意料的是傅歇根本没有出现, 他在过去几个星期已经串联好了所有反对者, 现在可以静候佳音了。 于是罗布斯比尔刚刚开始长篇大论, 就被下面的议员打断, 所有人争先恐后地控诉着对他的不满。 傍晚时分, 军队进场, 把罗布斯比尔关进监狱, 第二天直接压着他上了断头台。 1795年, 法国重新组建了新的行政机构都政府, 大革命的高潮阶段结束了。 按照我们一般人的想法, 傅歇为扳倒罗布斯比尔出了这么大力, 总该在都政府里捞个一官半职吧, 偏偏并没有。 从1795年到1798年, 傅歇完全退出政坛, 连议员都不当了。 这种反常现象有两个原因。 首先, 傅歇虽然搞垮了罗布斯比尔, 但他那个李昂贵子手的恶名还没有消散, 都政府的大多数官员来自当初的吉伦特派, 他们是不愿和这样声名狼藉的人物沾边的。 另外, 傅歇的第一项生存哲学也起了作用, 罗布斯比尔死后, 法国政坛再度陷入混沌, 都政府自己内斗不止, 外部又面临反法联军的威胁, 可以说危机四伏, 这种时候, 傅歇当然要保持谨慎了。 但是, 退出政坛不等于远离政治, 十八世纪最后五年, 法国到处都在打仗, 保王党在发动叛乱, 都政府里的不同派别在相互开战, 路易十六的弟弟路易十八, 也在英俄等国的支持下蠢蠢欲动, 要打仗就得有军需物资, 而法国的军需品供应完全控制在一个人手里, 这个人就是傅歇当初的盟友, 如今的都政府大人物巴拉斯, 巴拉斯希望把手里的权力变现, 但他不方便公开出面, 需要找一个精明警觉的人来当代理人, 傅歇自然是不二人选, 于是1797年, 傅歇和巴拉斯结成了同盟, 他们同时向保王党政府军和山岳派的残部出售军需物资, 赚得盆满钵满, 傅歇还重操就业, 在各大政治集团之间串联勾兑策划秘密交易, 他重返政治舞台的时机, 也因此变得越来越成熟了, 1799年7月, 一条爆炸性新闻传遍了巴黎, 销声匿迹四年多的傅歇, 当上了都政府的警务部长, 成了全国警察头子, 把他从蛰伏中召回的正是老朋友巴拉斯, 在巴拉斯看来, 一盘散沙的都政府, 已经应付不了深重的内外危机, 需要改变, 更何况, 都政府的最高层有五个人, 自己只居其一, 多少有点不甘心, 他打算扶持两个新人, 一个帮自己监视政敌, 扫除内患, 另一个负责带兵打仗, 消灭外敌, 前一个人当然是傅歇, 第二个人则是一位三十岁的年轻将军, 名叫拿破仑波拿巴, 但巴拉斯不知道的是, 傅歇对他这个伯乐并不领情, 他已经看到了拿破仑的个人才干和政治野心, 决定帮助拿破仑推翻都政府, 当上独裁者, 拿破仑和傅歇长达十六年的合作关系, 就这样开始了, 好了, 以上就是约瑟夫傅歇一书描写的, 傅歇在大革命中通过投机钻营, 成为生存大师的经过, 但是活下来还不等于活得好, 1799年之后, 傅歇之所以能平步青云, 靠的是他亲手打造的工具, 这项工具就是情报网, 前面说到, 傅歇在离开政坛的那几年, 和巴拉斯合伙做投机生意发了大财, 但这样的新贵, 在18世纪末的法国只是极少数, 专制王权崩溃之后, 许多曾经的贵族在一夜间倾家荡产, 他们依然拥有广泛的人脉和社会关系, 但囊中羞涩, 急于找到金主, 傅歇就利用这个机会大把花钱, 将这些旧贵族发展成自己的私人密探, 他们到处打听, 哪里有激进分子正在开会, 谁在密谋推翻都政府, 路易十八的信使传来了什么话, 再把这些消息告诉傅歇, 等到傅歇当上警务部长, 他干脆把这个密探网络合法化, 变成了近代欧洲第一支秘密警察, 在当时的巴黎, 没场文化沙龙, 没座酒店, 甚至没处高级妓院, 都有傅歇的密探和他们的线人在活动, 傅歇尤其喜欢把那些灰金似土, 在交际场上备受瞩目的贵族女性, 培养成自己的线人, 通过这些线人, 他不仅知道哪个官员受了会, 哪位名人结交了新女朋友, 还能评估各派势力的优缺点, 有意思的是, 傅歇打造这个情报网, 既不是为了老朋友巴拉斯, 也不是为了都政府, 而是为了他自己, 他不仅监视军队和社会, 还监视自己的上司, 每天傅歇会在办公室里待十个小时, 亲自审阅所有的线报, 会见重要线人, 逮捕和处决政治犯的决定, 也是他单独做出的, 如果搞到了同僚和上司的黑材料, 他会把文件小心地收进保险柜, 密不示人, 紫维格说, 傅歇不仅亲手创造了这架精密的情报机器, 而且成功地使整个情报网只听命于他一个人, 当他想要拉拢一个人时, 会慷慨地把自己搜集的情报分享给对方, 当他想蒙蔽一个人时, 又会对近在咫尺的危险只字不提, 高高在上的巴拉斯, 本来是要把傅歇当成工具人, 现在反而被傅歇玩弄于鼓掌之间, 在傅歇发展的女县人里, 有一位叫约瑟芬, 她是一位贵族将军的遗孀, 也是巴黎最有名的交际花, 1796年, 约瑟芬第二次结婚, 新丈夫正是军事新星拿破仑, 而傅歇一当上警务部长, 就从约瑟芬嘴里, 把拿破仑的家世, 性格, 喜好, 摸得一清二楚, 傅歇敏锐地察觉到, 拿破仑有着巨大的政治潜力, 和出人头地的野心, 绝不会甘心只当一个将军, 因此, 1799年, 拿破仑刚刚从前线回国, 傅歇马上去拜访他, 为此还在门口的板凳上, 等了一个小时, 据拿破仑回忆, 两人第一次见面, 傅歇就把都政府里的派系关系, 讲解得清清楚楚, 他还暗示, 如果拿破仑想要发动政变, 夺取最高权力, 自己可以帮忙, 帮什么忙呢? 就是节流核心情报, 让其他都政府官员意识不到, 拿破仑企图夺权, 这样一来, 整个都政府就变得又龙又虾, 毫无还手之力了, 1799年11月9日, 拿破仑顺利夺取政权, 组建了以他本人为首的执政府, 这位新主人做的第一个决定, 是让傅歇留任警务部长, 第二个决定则是驱逐自己的政治伯乐巴拉斯, 为什么傅歇和巴拉斯命运会如此不同呢? 紫威格认为, 这涉及傅歇的第三项生存哲学, 他讲, 傅歇这个人要的是操控和影响他人的实质性权利, 但对权力的浮华表象, 他就不怎么看中了, 他不要虚名, 也不要铺张的排场和生活享受, 更不会公开拉帮结派, 巴拉斯恰好相反, 他希望拿破仑感激自己, 给自己各种高官厚禄和显赫的头衔, 这就触到了拿破仑的逆临, 两个人的际遇因此有了天壤之别, 从1799年开始, 拿破仑和傅歇结成了牢固的主仆关系, 紫威格写道, 他们俩一个是塑造世界的人, 另一个是现实政治家, 连妹上演了一出大戏, 尽管拿破仑并不完全信任傅歇, 也曾经暂时疏远过他, 但终究离不开傅歇庞大的情报网, 和他策划密室政治的才能, 傅歇呢, 看到拿破仑已经成为赢家, 也尽心辅佐他, 1804年, 拿破仑称帝后, 傅歇先是被任命为警务大臣, 后来又被封为公爵, 每当拿破仑出国征战时, 安定大后方的任务就落到了傅歇身上, 不过傅歇也有过那么一次擅作主张, 1809年, 他察觉到旷日持久的战争正在耗尽法国的国力, 于是偷偷派一位特使前往英国, 试图促成英法和谈, 一年后, 拿破仑发现了这桩密谋, 极为震怒, 他解除了傅歇的所有职务, 打发他去意大利养老, 而傅歇直到离任前最后一分钟, 还在收拾保险柜里的文件, 试图继续隐藏那些见不得光的秘密, 我居在意大利的傅歇失去了引以为豪的情报网, 也没有人需要他策划新的政治阴谋了, 这样一折服就是四年时间, 但是命运并没有彻底抛弃傅歇, 1814年4月, 拿破仑被反法联军打败, 被迫宣告退位, 傅歇立即启程赶回巴黎, 试图和新的胜利者搭上关系, 可惜的是他晚到了四天, 来不及在第一时间效忠新国王路易十八, 路易十八领导的复辟政权, 对傅歇这个阴谋老手也不太感冒, 一度要逮捕他, 就在这伙人为分赃闹得不可开交的时候, 拿破仑奇迹般的逃出了流放地, 重返法国, 1815年3月20日, 拿破仑以胜利者的姿态回到巴黎, 路易十八再度出逃, 而投机失败的傅歇, 因为没来得及吃到路易十八的弘历, 居然成了拿破仑的忠臣, 再度当上了法国的警务大臣, 1815年, 拿破仑重新建立的政权, 被历史学家称为百日王朝, 他和先前的法兰西帝国, 虽然统治者是同一个人, 但实力根本无法相提并论, 拿破仑昔日的元帅和重臣, 要么厌倦了战争, 要么投奔了路易十八, 只有极少数人还在追随他, 其中就有傅歇, 尽管拿破仑怀疑傅歇的忠诚, 但当他出发前往滑铁卢, 准备和反法联军决一死战时, 还是只能把大后方托付给傅歇, 这时的傅歇已经回到了他的第一项生存哲学, 那就是绝不把自己的命运跟一位四面楚歌的皇帝捆绑到一起, 拿破仑的军队刚一出发, 傅歇就开始联络英国和奥地利政府为投降做准备, 十几年前用来麻痹巴拉斯的那套伎俩, 现在又被用到了拿破仑身上, 百日王朝还有一口气, 可傅歇已经把墓穴挖好了, 1815年6月21日凌晨, 输掉最后一战的拿破仑仓皇逃回巴黎, 却没有见到傅歇, 和1794年搬到罗布斯比尔时一样, 傅歇已经提前几个星期说服其他大臣跟他一起行动, 逼迫拿破仑再次退位, 就连拿破仑的弟弟吕西安也站到了哥哥的对立面, 6月22日在傅歇的逼宫下, 拿破仑黯然颁布了退位诏书, 名义上他把地位传给了自己四岁的儿子, 也就是拿破仑二世, 但这个孩子一直被软禁在奥地利, 从来没有正式即位, 留在巴黎收拾残局的是一个新的五人看守内阁, 他的领导人正是傅歇, 56岁的傅歇生平第一次脱离了仆人的地位, 变成了法国的主宰者, 可悲的是, 傅歇精通一切生存术, 唯独没有想过怎样做权利的主人, 他的专长是密谋和背叛, 而不是正儿八经的领导法国政府, 紫威格辛拉的嘲讽说, 当傅歇没有主人可以背叛的时候, 他只好背叛自己, 正是向路易十八效忠, 于是, 在法国北部的一座城堡, 上演了十九世纪最荒诞的政治喜剧之一, 傅歇这位曾经的山岳派, 单膝跪地, 亲吻路易十八的右手, 请求把政权移交给他, 路易十八面对投票处死自己哥哥的当事人, 强忍住贤务, 任命傅歇为复辟王朝的第一任警务大臣, 做了一辈子仆人的傅歇, 在法国政府首脑的位置上只待了短短十五天, 讽刺的是, 路易十八虽然才干远不及拿破仑, 但他的警惕性却比拿破仑强得多, 在利用傅歇清洗掉潜在的反对者之后, 他直接踢开了这条变色笼, 打发他到萨克森王国当公使, 1816年1月, 傅歇打开报纸, 读到了一条让他肝胆剧烈的新闻, 所有在1793年投票赞成处死路易十六的人, 现在都被剥夺公职, 终身不许返回法国, 而那次遥远的投票, 因为罗布斯比尔的坚持, 全都是实名制的, 没人可以抵赖, 可以说, 罗布斯比尔在死去二十多年后, 终于狠狠地报复了傅歇, 1820年, 傅歇病死在意大利的流亡地, 据说他留下的秘密文件, 放火烧了五个小时才烧完, 好了, 关于茨维格这本约瑟夫傅歇的主要内容, 就为你介绍到这里, 在十八十九世纪之交的法国政坛, 傅歇并不是才干最杰出的人物, 也不是历史学家欧哥的对象, 但他凭借独特的生存哲学, 和精心打造的情报网络, 不仅存活了下来, 还几次影响了法国历史的走向, 称得上一代其人, 茨维格为傅歇利传, 当然不是为了给他证明, 但他通过傅歇的故事, 为我们揭示的政治的两面性, 以及人性的复杂多变, 却有长久的意义, 傅歇的时代已经过去, 但古今中外的历史上, 有其之一。